吴兴涵背身拿球 再做一步 王秋平有机会传过来 再挑 外面有机会打难 球进了 这个球没有问题 比赛的第63分钟 看看这一次 吴兴涵将球打进 中队三平拳在前场 打出一个很精彩的快合 对方的三平拳 防守球员都集中在了一个点 紧跟着吴兴涵 从后排插上来之后是没有人防 中队把比分搬成了一比 这个进球应该是没有问题 再来看一下这球 吴兴涵背身拿球 先抵住 坐给王秋平传过来 其实这一下 谢翁飞想来一个挑传 球没有打好 对方的中尉 想来一个倒钩的解围 也没有踢到 我们看这会儿 对方三平防守球员都在中路 紧跟着从远端插过来的 吴兴涵将球打进 这一块被对方的门量踢了一下 最终是弹进了球门 比分变成了一比 果然是替补上来的王秋名 对方三平防守球员都在下车上来的